風大道把頭髮都吹亂 但依舊難掩驕傲神情 蔡總統搭乘閱兵車 見證海軍駝江及安江艦萬江艦交船 正式宣告首批六艘量產型全數交艦 對海軍有深切期許 蔡總統親自授旗 象徵艦艇正式扛起守護海域重任 何蔡總統也稱讚國艦國造實力 讓首批量產艦艇提前交貨 最了解第二批也將正式起造 民主自由的決心 高效能艦艇不僅具有逆中性 航行穩定性 更是海軍手型具備防空能力的小型艦船 特別提到防空能力 因為駝江級量產艦排水量685噸 主打以快制大機動性高 在不對稱作戰中成為特點 上頭更配備雄風反艦飛彈 海艦2飛彈方陣快炮等武器 相較原型艦沒有海艦2飛彈 更具備防空能力 在不對稱作戰中 可以實施風群飽和攻擊 是航母殺手 隨著鞍江艦萬江艦招船 我國海軍加入防空型生力軍 也為我國國艦國造 創下新的里程碑 以上是記者續船 張文賢在宜蘭蘇澳的採訪報導